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定会发怒 当你欲望得不到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愤怒 所以要记住 节欲介怒是保证你的身体健康的法则 所以叫是保身法 第二叫收敛安静 是自家法 一个人在家里 你要想平安 你要收敛 不要在家里动不动就骂 动不动就吵 这样你就会变得安静 家里也会变得更安静 第三 随缘自然是促世法 我们在人间不要这个事情一定是我的 那个事情我一定要得到它 实际上 促世最好的方法就是随缘 今天该我得的我得 今天不该我得的我就不得 自然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圆融 所以在现在社会上少得罪人 好好地把事情做得圆融一点 你是做事情最好的一个方法 第四就是慈心度人 是出世法 如果我们在人间经常帮助别人 每天去帮助众生 去救度众生 你已经活出了这个世界 你已经是人间的菩萨了 所以学博修心 就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观念 广结善缘 就是不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对别人尊敬 就是庄严你自己 你想要别人尊敬你 你先要尊敬别人 知足常乐 就是拥有了一切 精进修行 就是让你离苦得乐